侯友宜动算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基隆市长谢国良 以及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沛翔 带领党籍基隆市议员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高喊动算 团结一心就总统及立委大选战斗位置 林沛翔动算 侯友宜近日特地到基隆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陪同下和党籍市议员 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举行座谈 了解基隆地方问题也争取同志和基隆市民的支持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沛翔表示 基隆到双北工作的通勤族已经超过11万人 如果他当选立委改善通勤交通 是他最优先想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侯友宜当选总统后能够协助改善 今年初已经正式在新北台北上班的基隆人 已经破了11万 这就表示说我们基隆市的就业人口严重外流 那基隆市的通勤族 严格讲起来不是所谓的朝九晚五 而是朝六晚八 也就是早上六点就要出去 我跟伯良都不是看过他们怎么上班的 晚上八点才能回到家 这是平均的时间 所以等于是每天五场的加班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在如果佩祥这次最主要 与其说很多道路说 我自己真正想做也想过来说是 侯市长变成郭总统的时候 我要请麻烦郝总统在这边 要帮我们基隆人想说怎么样 让我们在地的就业机会能够多一点 让我们基隆人不要再虚拟 不是说在台北上很不好 只是说能够多一点时间陪爸妈 在在地上班 这是对我们很有抱歉 那如果在未来 那我们如果只要 我们这些同情的好朋友 每天能够早 去早15分钟到老师 然后回来的时候早15分钟回到家 只要整半个小时就好 那这一点国道客运到国道客运的修法 到国道客运班式的不足 到目前客运公司司机 司机的那个待遇的不足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马上要改善的 另外林佩祥也希望侯友余 当选总统后可以给海港城市的基隆 更多资源 协助基隆市长谢国梁好好实证 建设基隆增加就业机会 国梁巧哭不米南为吹啊 老实讲基隆市经费严重不足 可是基隆市的人士费固定成本那么高 那基隆市又是发展的老城市 那能不能说 同市长如果上任之后 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我们来调整一下 怎么样帮基隆市 帮新北市 甚至这些海港城市 台湾是个海洋立国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这些港都城市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些港口 我们这些生活在港都的人 我们承受多少港口的营运成本 是不是在于什么理由之下 什么方法之下 可以对我们这些港部城市的人好一点 这是我现在刚好国市长来了 国市长可能会变总统 所以我必须提出来 可是未来中央不管怎么样 如果佩祥能进中央 这是佩祥最想做的一件事 基隆人需要更多中央的关怀 而基隆市政府需要更多中央的奥援 那无良想做是帮基隆的工作人口 让他们留在基隆上班 让他们过好日子 不是只有点缀而已 侯友宜强调 他会和林佩祥一起并肩作战 林佩祥的议题就是他的议题 我去佩祥这次要成立 我们的电话就要订阅头上 他的议题 我们的议题 我们一起共同分析 我们要解决的是从中央的立 中央的政府到立 大家心灵心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就要借这个机会 拜托议员 拜托以基层的 所谓的市民好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同心一起立 但是最终的还是我们自己 能够用从发誓 让他们任何观 觉得佩祥佩祐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加油 加油 加油